去年的夏天 韩老师通过一个中介人的方式 得到了我的微信之后呢 邀请我和他一起吃晚饭 然后我这个时候想 没什么好聊的呀 两个人又不熟 我很尴尬 那可不 聊理想 聊未来 第一印象 他就给我一个这样强烈的那种感觉 三观比较正嘛 也比较会官方 比较会客套 接触完之后呢 就是一个老干部 他是个非常非常称职的队长 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严格 每天早上起来 他会自己练练琴 练练声 很难得 伯格也感觉特别凶 特别高冷 接触过后啊 感觉伯格是个特别细心的人 刀子嘴都不心 他越说你 其实他是越在关心你 刚接触伯格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熟冷静 冷重的一个大男生 熟悉之后呢 就更完美了 他不仅性格成熟 然后外表帅气 唱歌也很很棒 从心里就是这么觉得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伯格是一个 胸怀大致的成年 是雄性 很满 很有自己想法 很有主见 熟了以后呢 其实觉得也是很细腻的人 兴奋的啊 说印象 觉得挺帅的 挺耿直的 挺有头脑 所以说一些 让我觉得 啊 比较认可的一些观点 熟之后呢 就发现他 还是美 特别喜欢LIFLAG 怎么一开始比较高冷 微信图像 特别好看 但是我和琴特还选色 绝对是可延迟进来的 后来熟悉之后发现照片 没有的事儿 图像都是惊羞的 什么高冷 那是因为老回路还没有转回来 但熟了之后觉得 其实这个人更真实 更可爱了 这样子墨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最喜欢的 之前那个比较高冷比较帅那个 已经远去了那个回忆 昨夜是 开始竟然是感觉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很闷头恋舞蹈的一个人 熟了之后呢 发现很俏皮的那个男生 毅然会很钻研自己的舞蹈 前后反差不是特别大 不像琴特王那种天壤之别的 BLA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很高冷 比较害羞 不过来怎么讲话 更多的人需要照顾 熟了之后发现 都是假象 这个人很开朗 有点皮 其实很活泼的一个人